那我們今天就來和春天有個約會 有點像玩樂型的花型 有一種春暖花開的印象 大家好歡迎收看花梨小學堂 我是Hana 說到春天大家會有什麼想像呢 一定是綠意盎然 充滿小花開的季節 那我們今天就來和春天有個約會 選用當季的葉材和花材 來一個居家的小花園平插花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 我們今天會使用到的花器是這個 有一點漏斗的形狀 然後我會需要一個轉盤 來長得清楚喔 我今天就是把它想像成一個透明的冠軍杯的樣子 我想要插一個不對稱一個是往上面一個是往旁邊 有點像玩樂型的花型 我先用精英 短的先讓它四面八方 360度都讓它有 那因為我想要一個高一個往旁邊出去 所以我這邊可以留的比較強 不加用精英樹可以用家裡自己種的任何的葉材 留家裡葉大家都覺得是烏尾熊在吃的 我發現最近台灣蠻多人種的 在家裡是種得起來的 至少我台南人 我的家是種得起來的 七里香 那我會選它是因為它今天剛好帶有一點紅色的果實 我覺得這樣很有巧巧的精緻可愛的感覺 防溫樹在這邊的效果是會比較大片 它會有另外的葉材的感覺 它還是有一個比較背面但是有葉子 正面的話看起來是有比較明顯的視覺效果 護角椎因為它是比較纖細的葉材 所以我喜歡它是這樣子往前面或者是往外面一點深的 那可以取一片稍微比較長比較大的 你就可以往上面挑高拉起來 小手球 可以取覺得比較漂亮的線條 那我們記得要下去碰到水裡的葉子 要去掉保濕玻璃跟下面水的清澈度 如果你的葉材或花材是稍微有點韌性的 我們也可以慢慢的用一點點溫度輕輕的 幫它們彎曲 放在你任何想要的位置 背面我們一樣讓它有一點點線條往後 會讓整個作品的後面也有視覺效果延伸出去 不會就好像葉材就停在這裡然後就停留住了 那我們的線條就出來了 接著就是春天的小花材 楊柑橘中間這邊一直讓中間的低點不會好像完全都沒有重點 還是會有一個花材先接過來 然後往前面的前後左右都擦一些 然後後面像這種比較短的 你放進去只要能夠卡在它的這個平口的地方 就行了記得水要加到大家都能夠吸到水的高度 這邊就是楊柑橘的布點 就是中間這個比較高 然後其他的我們就讓它們往外面去延伸就好 這一支鉛在我要它跟這邊的線條一樣高的地方 會有視覺的焦點在這裡然後線條往上的感覺 其他的我們就是讓它往另外一邊去延伸 杜維草我是會建議可能兩隻或三隻一起在同一個點 讓它做群聚的效果會比較看得見 但是你不要兩隻一起擦下去 你要擦在這個點要擦兩隻我們還是一隻一隻擦 如果你的花器是沒有這個縮口直接是這個大的話 它是這樣子中間沒有縮進來你的花會更擴散出去 可能需要更多的花材來固定 它中間有一個縮口的話是可以比較使用少量的花材 就是會比較緊 你看我現在的花材幾乎是我想要擦在哪裡它進去都是緊的了 因為它已經飽和了 我這邊兩隻做跳高然後前面這邊兩隻 那我另外一隻就是一樣擦在這裡 讓它們跟這個前代欄做一個重心的抗衡 最後就是長春藤我要讓它有一個垂鋪的 很像一條絲巾垂下來的感覺 所以我要讓它在這裡 有時候有的人會問我說你垂那條東西是什麼意思 一般人好像看不太懂 但是它這個植物本來就是這樣子下垂型的生長 我覺得會順應著它的形態 讓它在這裡很自然地垂下來 好完成了 透過這次的春日小花園創作 齊許和大家都能夠在未來的每個階段 繼續發芽成長 有一種春暖花開的意象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並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拜拜 常春很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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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